台东县城宫镇公所一群百人 来到了吉安乡的浩克艺术村参访 受到厢长游淑珍热情的接待欢迎 双方也期待可以就传统文化及观光推展来做进一步交流 也透过实地走访来认识在地文化 分享食物的经验 台东县城宫镇公所时报后下午 在镇长黄渤昌的率队下 带领辖内里领长头目及调节委员一群百人 前往吉安乡浩克艺术村参访 吉安乡长游淑珍也亲自到场热情接待欢迎 并由文官所同仁通过简报及影片 让参访人员快速认识吉安乡及相关的推展业务 而双方在做完简单介绍后 也互相致政当地知名伴手里 期盼能牵起双方的学习互动交流 很高兴我们今年成功政公所的一个国内的进见考察 带领我们的李林长还有头目及我们的调节委员 我们图审委员有一百多位 特地来到我们吉安乡公所来做参访 因为久文我们游乡长主政以来 对我们整个在地的 不管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传统还有整个对观光的一个推动 都非常的用心 我们是抱着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来到我们吉安乡公所来做访问 然后来学习 我相信千奇的学习跟我们互相的交流 可以让各个乡镇来更精进 也可以增进我们的友谊 所以我想吉安的美 我们要把它发扬出去 我们希望邻居的台东县 能够跟吉安来做互访交流 让我们无分我们的绑扎或者是哈嘎 我们都一起来族群共融 来分享我们乡亲幸福乐活的经验交流 游书甄也表示 成功镇与吉安乡的环境非常相似 都是曾经荣获交通部观光局 景点小镇殊荣 尤其在吉安除了有海岸还有山林 期盼成功镇能在这次的参访观摩中 认识到在地的传统文化及观光推展 冰冷热 记者许立琴吉安乡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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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出证